好 沒錯 現在正值颱風生產的旺季 大家都在想到底什麼時候颱風會生成呢 我們看到了在南海一帶到菲律賓東方海面 形成了大的低壓帶 那麼這個範圍來說就有利於熱帶擾動的發展 不過目前來講到底什麼時候會生成 以及生成的位置在哪裡都還沒有確認 就要看高壓的強弱才會進一步的影響 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從下禮拜開始整個南海到菲律賓東方海面 形成颱風的機率是偏高的 也因此今年第三號的颱風凱米 有沒有機會生成 我們就進一步的來做觀察 那麼今天降雨狀況也要來看到了 主要降雨地區包含在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東半部各地山區都會有午後雷震雨之外 今天午後的雷雨範圍更廣 而且也會更強 尤其留意在大台北地區中南部各地山區 容易有局部大雨出現的機率 而至於明天的降雨狀況 未來一周來說 因為明天整個太平洋高壓再度的增強 也因此降雨範圍會比較縮小一些些 不過午後同樣的都還是有雨 一直到禮拜二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以及這個雨勢 再度的增強之後 到時候西半部地區 東半部的山區 同樣的也都會有雨 至於在高溫方面來看到 今天同樣的都非常的熱 尤其在今天中午12點的時候 台南的嘉里區已經達到了37度 另外在彰化的西湖鎮也有36.8度 今天氣象署持續的發布高溫資訊 多個嵌室都亮起了橙色燈號 代表有連續36度的高溫 尤其留意大台北中南部地區 還可能達到36度以上 那麼這樣的溫度到了明天來說 溫度還會再更高一些 因為太平洋高壓再度的增強 尤其中南部地區 可能達到37到38度 直到19號 溫度稍微的會下降一些 但同樣的都還是很熱 未來一週來說 目前來看 暫時就是沒有颱風影響台灣 但是整個整體來說都比較炎熱 而且午後也有大雨出現 一直要到禮拜二之後 雨勢會再度的擴大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